去中国几千年来 这个国家社会 长知久安 外国人学中国历史都非常羡慕 怎么造成的 好像他们是知道了 但是不是很清楚 那我在澳洲 有一次 我们南昆大的校长请我吃饭 我送他 也不似乎前书 送小小的 陪课的时候 有一两位教授 有一位是学校的教授 他告诉我一状事情 问我我不知道 他说 二战之前 第二次大战之前 欧洲有一些学者 研究一个问题 就是世界上 四个古文明 三个都消失 不存在了 为什么中国还存在 他是他们很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的结论 他是应该归结到 中国人的重视家庭教育 他把这个结论告诉我 问我的看法 我告诉他 完全正确 中国在过去 家文化 是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是大家族 他的家是社会 不是小的这个行为 他社会行为 像《红楼梦》 就是描写一个家庭 中国家族兴旺的 差不多六七百人 这个家 普通的三百人左右 两百一家的家衰了 还有这么多人口 兄弟不分家了 财产统一管理 你看到《红楼梦》 那个当家的 李峰杰当家的 任何人不乱存在 什么工作赚的钱 除你自己生活之外 统统要归家 家 多半都是 买田地 田地叫横产 那是不会变的 房子会不水 漂了 会被火烧掉 土地不会 所以土地是横产 买山地 种树 造林 买农田的时候 给农民耕种 收租 这是家的 经济来源 家人 无论在哪个地方工作 遇到困难 什么人支持你 家是你的后盾 人力财力都可以支援你 你放心最可靠的 家团结的力量太大了 家有家序 四叔就是家庭子的学校 老了 在外面工作老了 在外面工作老了 叫回老家 落叶归根 干什么 回家养老 想服 中国人想服 是在老年 小时候 管教很严 一点自由都没有 那是管教的什么 修戒定会 戒定会是从小修的 从大 走不到了 从小就守规矩 就像个小大人一样 没有西方人那么厚迫 但是他有定 他有会 所以私塾教书 叫他念书 不给他讲解 叫他修订 小孩 不是这样逼他 他也会胡思乱想 用这种方法 把他胡思乱想打掉 这是很多人 很少不懂得 古人教学的用意 要让小孩保持天真 不要他受染污 现在小孩保险了 从小一出生 眼睛看到电视 就被染污 他为什么不好笑 出生就被染污 他觉得你学会了 在大人在他面前做表现 他全学会了 古时候你看看 古书里记载 太教 怀孕 这个母亲 言行就断壮 就不能随便 齐心动念 纯正 没有邪思 为什么 影响太二 小孩出生 到满三岁 这一千天 父母要跟他 做最好的榜样 言行举止 都是正面 让小孩看到 他学会了 如果是负面的话 他就学坏了 大人在他面前 都要守规矩 不能让他看到坏样子 不能让他听到 不应该听的话 母亲是第一任的老师 把他赔成圣贤的根系 也教个老师去教我 这个根杂不好 老师对他一点麻烦 没 四五岁上学了 教个老师 老师做最好的榜样 所以老师所教的 自己要做不到 学生看了就 怎么会相信 老师不好当 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 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是家庭培养的 家庭培养教育认真 为什么呢 家人的长辈 都希望后代能出人才 所以对于教育 特别认真 学校他不认真 他没有这种感情 没有这种理念 这种使命感 他没有 家庭有 所以国家 叫开阔取四 就是国家办考试 每一年办多少考试 考取的这些人才 国家来培养 培养还是自己去读书 你的生活费用 国家给你 考取秀才之后 国家就给 我们一般讲 代语就给你 你看了凡私讯 原来玩考取秀才了 每一年 国家给他 大概九十多蛋米 九十多蛋米都吃不完了 他那个米卖了之后 他就可以做零件 他生活没有留意了 他安心读书 再往上提升 再往上提升 修才是现考 再参加神考 神考巨人 最后参加国家的考试 定是 皇上做主考 考静思 那么考取这功名 现在叫学位 拿到最高的学位是静思 第二个学位是巨人 最第三个学位是现考的秀才 国家就可以任用你 让你出来 认知 有些人现实长 就为国家服务了 还有的时候 所以叫官吏 吏 就是 帮助主管官的 像秘书 顾问 下面这些科长 局长这一类的 他就从政了 所以国家 管理国家这些人员 谁叫的 家庭教后 所以家对家文化 对中国这个国家民族 贡献非常大